先開啟練習檔 題目檔部分一樣在雲端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要我們做什麼 分別來看,總共要求動作有八個題目 我們逐一來看,第一個就是他第一題要我們做什麼 所以我們需要做第一件事情,先把這個檔案打開來 所以你把這個102的練習檔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我先把完成檔關標 我們要把它做出像完成檔一模一樣的結果 要怎麼做,首先 第一個動作是 在第一列與第二列之間插入一個新列 OK 並且怎麼樣 在C2到E2 F2到H2 依序填入這 這三個東西 Score Position Leader 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我要怎麼做完這個動作 第一個 第一列跟第二列插入一列,所以你優標放在第二列 按右鍵 右鍵之後 它會出現插入,所以你按插入就可以 這個時候的話,它會在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間 插入一個空白列 我們就完成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的話 他說在 C 到E F2到H2 其實就是每三個 放三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就是 那三個 Score 一直到H2 那我已經這邊打好了 分別把這些字打在哪裡 分別填入到 C2到 E2這裡面來 這可能要自己打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剛剛已經先打好了 放在記事本裡面 把它直接貼過來 當你們沒得貼,你就要自己打 而且有大小寫問題 做好一個之後,請你把 C2到12的資料 Ctrl C 複製的意思 貼到F2到H2 再貼 I2到K2 再貼L2到 N2 這樣就OK了 所以第一道題 要我們做的,我們就完成了 1跟2就完成了 2的部分就分別合併 合併幾個 1 2 3 4 5 6個範圍 哪6個範圍 其實蠻直覺的 第一個就是 A2 A1到A2 所以其實 你選取這兩個之後 記得 如果你要把它做什麼呢 做 跨欄 把它做合併的話 記得選這兩個,按下所謂的跨欄置中 它就合併了 OK 然後這兩個 這個是應該什麼 A2 B B1跟2 1跟2 這兩個 選起來 跨欄置中 再來就是 C1跟 E 跨欄置中 也就是說 你把它跨欄置中 這三個儲存格就變成一個儲存格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總共有六個 所以就分別把這六個動作完成 那就完成了 第2題的需求 OK 2就完成了 那第3個的話 它做什麼 它說 設定填滿N3的公式 公式就是L3 減掉 72乘4 然後讓它往下填滿到最下面 所以 其實就打公式 所以 第一個就是要把游標放在哪裏呢 放在N3 然後填這個公式 那怎麼填 1 游標找到N3 N3就在這裡 所以你就 N的第3列 2的話 就是填公式到這上面 那公式是什麼呢 公式是L3 有沒有 減掉 減掉72乘4 特別注意如果公式開頭一定要等號 那那個題目沒有給等號 你自己要補一下 L3 所以你可以用點的 L3 就這個 這個是72動作成績 200 應該是284桿吧 高爾夫球 不是很賽 然後呢 這個總成績 它要怎麼樣呢 要能夠 減掉72 乘上 所以是72動 乘上多少 乘上4 OK 那 當然一定會先 它先 乘除 後加減 除非你有花號 所以它會先把這兩個 先乘完之後 再跟這個 284相減 減完之後得到的結果是 -4 那底下向下填滿 下下填滿怎麼填滿呢 你直接在 這個儲存格的右下角 空點快點兩下 這樣的話 就完成到第 3題 OK 應該沒問題吧 請各位先試著把 1 到 3 分別完成 換位先 第123完成 再來就是第4 第4的話就是 要怎麼樣把儲存格 1到75列選起來 然後把它設定列高為25 特別重要 請你選取圈 特別重要選列的話 是儲標要放在這個列號上面 橫向是列 重向是藍 OK 那一般選取比較快 你可以這樣向下拉可以啦 可是這樣我覺得 比較 不是那麼OK 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先選第1列 然後再選中到 它好像要最下面 75列 再 點一下75 不過點75的話呢 如果你要全部 一起選1到75的話 請你按下Shift鍵 再去點選75 Shift鍵按住 然後再按75 這樣就全選 OK 應該懂那意思吧 不然的話如果你用這樣選 如果有些列太多 有時候會超過 你可能殺不了車 OK 所以這個方法我覺得 比較聰明一點 OK 然後按右鍵 這個什麼 會出現有一個叫列高的東西 它列高要25 所以你就選列高點下去 然後就輸多少 25 這樣Enter 就OK了 有沒有 本來16點多吧 然後現在改成 就是 25 OK 然後這第四題就完成了 那再來的話呢 是第5 的題目 它要把A1到N75 做框線設定 怎麼做框 所以你要做框線設定之前 第一個動作 要把A1到N75 選起來 怎麼選 其實道理跟剛剛有點類似 E優標放在A1的儲存格 向下捲動之後的話 捲到N75 這個儲存格 但是你要點之前 點擊你一樣按什麼 Shift 對 Shift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第二個動作就是說呢 做框線設定 它的位置在這裡 點擊這個框線 但不是叫你點這裡 點下去變下框線 不是 點旁邊的箭頭 然後找到最下面的叫其他框線 那你會發現這邊呢 就會有一個 繪製框線的選項 裡面的話它的原理原則是 先選樣式 再選顏色 再選你要繪製的位置 所以我們 1、2、3 3個多 所以我們按照這樣的邏輯 看一下它的需求 第一個內框線 最細實線 OK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問題是這樣的 內框線 所以我們的步驟應該是 先選最細實線 再回頭去設定那個內框線 那 沒有顏色 所以不需要設定顏色 所以 我們先找到最細框線 所以你就找到 最細的框線哪一條 這一條 1 2的話內框線 內框線在哪裡 其實就是內線 點一下 這樣裡面就有內線 再來的話 第二個什麼呢 它要什麼 再來 外框線 為 次出 而且次出實際 他說框線 右邊的 第五個 我們來看一下 右邊第五個 右邊 1、2 右邊第五個 1、2、3、4 就這一個 意思是次出框線 所以 1選樣式 2點選外框 OK 那第二個動作又完成了 第三個動作要做什麼 這個OK了 在第二列與 第三列之間 為雙線 所以這個可能先把上面這個動作做完再做下面這個動作 所以我就把剛剛內線跟外線做完按確定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裡面就是內線 細的 外面這個框框就是粗的 然後他說什麼 再來就是 第2列跟第3列中間這一條線 所以要怎麼選 我是建議你選什麼 從A3一直向右拉到N3 這樣慢慢選就OK 選完之後 他要把 選舉範圍的上面這條線 變成雙線 那他怎麼做 首先比較簡單的方法 1一樣 點選 這個 箭頭的其他框線 2的話 記得 再選什麼 再選雙線 但問題來了 我要設定的是這個範圍的哪一條線 所以其實你應該 這個先選 1 2的話 把這條線 再點一下 讓他變雙線就OK了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所以點一下 1 再點這條線 2 有沒有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按確定 那這條線應該就變雙線 移開看看 雙線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繪製一些簡單的 表格啊 你千萬不要說你交給 你們老闆的報告 那個繪製框線亂七八糟 他一定會分倒 OK 大概是這樣 簡單的繪製 再來的話 第五完成了 第六的話就格式 格式的話說 15 36 54 他這個Leader 他必須要把它做五分類的格式化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其他的格式 我們先完成這個 Leader部分我們看一下 Leader部分的話就是 這個18宗的Leader 那如果你要選的話 可以怎麼選 游標先放在13 Ctrl Shift向下 選第一個 可是你還要選第二個 是36動的Leader 那怎麼一起把它複選 特別是喔 一樣喔 按什麼 這個時候不是按Shift Shift是連續選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要 這個要選 這個要選的話 按Ctrl鍵 Ctrl鍵 Ctrl鍵然後再把它往下選 那往下選的話 這個時候其實不太好選 而且蠻容易選錯的 我是建議你可以 Ctrl鍵按住之後 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這就是第二個範圍 第三個範圍 一樣喔 再點這邊 一樣按Ctrl鍵 先點住 點他的開頭 再按Ctrl Shift向下 好三個範圍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困難 但是很容易做錯 你們等下試試看就知道了 反正就是選三個範圍 那你想說老師我做三次 可以啊 只是很花時間 OK 比較快就是三個都做 再來就是格式 格式化的話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就有設定格式化條件 然後他的題目要什麼 他要的是一個圖式期 那個叫什麼 看一下那個題目 他那個叫 五分類 有沒有 五分類是哪一個 其實如果你沒用過的話 你可能要找一下 圖式期裡面五分類是這個 有沒有 你油標放上去 他就是五分類的 跟那個五分譜差一個字 五分類 OK 直接點一下 五分譜是什麼 沒去過嗎 算了 OK 你們在那個雙山車站旁邊那邊 有一個 以前是專門 批發那個 成衣的地方 不過現在因為大家都 就是網路上購物了 所以現在也不會有人去 五分譜 OK 五分類 點一下 好 那你會發現喔 這 三個範圍呢 就被格式化了 最後的話呢 這個範圍 他要另外的方式 所以把這個放一樣 油壓放在這裡 Ctrl C的向下 選完之後呢 一樣設定格式化條件 然後圖式級的話 他雖然是 要這個 這個箭頭 可是他其實 不完全要長這樣 他的規則是什麼呢 其他規則 特別注意喔 其他規則喔 然後呢 圖式的部分 我們選一個預設 就是 這個箭頭 剛剛那個 就是這個啦 OK 他的規則是 他的題目裡面就是要我們 按照那個 甘數月多 給的 這個是剛剛的 我們在上面這邊 B的部分 其實是72洞的這裡 他說什麼呢 三旗幟 但是呢 他是以百分位數去計算 也就是說 低於 10 百分比 用綠色的 然後20 跟10之間 用黃色的 那其他不標 那這要怎麼 這怎麼設定 特別一 請你把這個類型 他預設是百分比 但是他 其實這有點陷阱 他這應該是百分位數 所以你可以發現他這邊有 這邊有一個 需求是 百分位數 看起來很像百分比 這個 非常容易做錯 所以記得百分位數 這個也要把它改成百分位數 1 這個要改 2的話呢 就是 不表示的話 就是把它改成 沒有 那沒有部分的話 就是 把這個 小於 等於 10的部分 就是不表示 然後呢 值的部分 大於 大於 20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 我記得好像是要用綠色的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旗幟的部分把它改為綠色 然後其他的話應該是什麼 剩下來的話就是黃色的旗幟 OK 你們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他題目的意思 做完就按確定 你會發現他就按照 我們上面的 這個需求 去做 設定 如果你這個記不起來的話 其實會常常 記不太起來 所以我習慣會 把這個照相起來 其實就長這樣 這邊可能有 這個要調一下 然後大於等於20的時候 大於等於10的是黃的 反之就是綠的 OK 所以就是 把這邊改一下 大於等於20的時候 把它改成黃色的旗幟 反之的話呢 就把它改成綠色的旗幟 這邊 10% 大於等於20的時候 沒有 任何的格式 然後呢 大於等於10的時候是黃色 大於等於 小於 大於等於10 小於20的話呢 那就是給綠色的 OK 類型的話是百分位數 按確定 你可以看到 結果大概 就是 會是長這樣 也就是說 他的意思是說 你的72種打越少 甘酥越少 當然成績是越好 表示是綠燈 再來的話 稍微好一點的是黃燈 那如果說你是 等於是甘酥越多的話 當然呢 就沒有任何的旗幟 也就是不凸顯那個狀態 OK 其他的話呢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這個把它做Ending 其他 這個做完之後 最後的話呢 將儲存格 A1 到N2 填滿為 淺綠色 淺綠色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 A1在這裡 到N2 N2在這裡 按Shift鍵 把它的底色 改為 淺綠色 把它改為淺綠色 所以呢 1選取 A1到N2 2的話呢 填滿 把它找到 淺綠色在哪裡 淺綠色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油標放在這上面 它也會 顯示出哪一個是淺綠色的 有啦 找到了 淺綠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顏色會跳出來 淺綠色 所以你就這個顏色 把它設定好 那我們把它點下去 油氣筒 淺綠色 點一下 淺綠 好 那這一題就完成了 把它 另存新檔 檔案名稱的話呢 你就把它存成叫 102A 按儲存 那今天的話 你們就把這個102A繳交 那就可以下課 繳交 OK 沒問題吧 畫面先黃酒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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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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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